新北市淡水区橄榄球运动发展蓬勃 但过去在淡水没有一处适合橄榄球的训练基地 因此新北市议员蔡锦贤去年向新北市教育局中央体育署 争取了补助金费共4400多万元 在郑德国中后方的文中巴用地 辟建了一座国际级面积8000平方公尺 全国第一座的人工草皮橄榄球场 目前工程进度已经达到九成 新北市淡水区橄榄球运动发展蓬勃 从高中到国小培训出全国比赛的常胜军 而多次拿下好成绩 但过去在淡水没有一处适合橄榄球训练的基地 因此新北市议员蔡锦贤去年向新北市教育局 中央体育署争取补助金费 总共是4400多万元 在郑德国中后方的文中巴用地 辟建一座国际级面积8000平方公尺 全国第一座的人工草皮橄榄球场 目前工程进度已经达到了九成 而日前市议员也特别到现场关心施工状况 全国第一座的人工草皮 对选手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比较不会摔伤 因为这个人工草皮比较平 比较软 所以对训练的他们是随身 那么要一个比赛都要去给人家借场地 训练也要去帮人家别的学校借场地 所以那时候说没有一个场地像国际性的 所以我们去争取这个国际性的 以后能够配合企业 然后就橄榄球站 再给人家一个项目 然后整齐到国际在这边比赛 市议员在警衔表示 过去淡水有真的国中 足为中学 淡水国中 三只及十门国中 等橄榄球校对优等学校在比赛过程中 都得要去跟其他学校借用场地 而且还是非标准的比赛场地 因此有了这一座的橄榄球场地的兴建 当中的人工草皮不仅是全国首座 更是让选手在比赛时比较不容易受伤 让淡水的球队运动 更能够在优质的环境下比赛及练习 对此阵的国中校长也期盼在完工后 能够带给选手更好的场地 我们文中八的文中用地 是全台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人工草皮的橄榄球场地 那特别要感谢新北市教育局体育局 还有特别我们是蔡景贤预员 大力推动橄榄球 那其实橄榄球在淡水地区 是以正的国中为培训区地 从国小的淡水橄榄球 到正的国中到足为高中 希望可以培养一个三级制的运动橄榄球人才 那也非常非常谢谢景贤议员 对我们橄榄球非常大力协助 让孩子有这么棒的舒适的练习跟比赛球场 那也希望以后 这个人工草皮的球场 可以作为我们台湾发展橄榄球的基地 然后培养更多的运动人才 正的国中校长也表示 淡水北海岸的橄榄球发展 是以正的国中为培训区地 从国小的淡水橄榄球到正的国中 接着往上到足为高中 希望可以培训出三级制的橄榄球培训人才 而这一次也感谢市议员蔡景贤的争取 让淡水成为全国第一座的人工草皮球场 也希望未来可以成为国家的培训基地 训练出更多的优质运动选手人才 记得许多一淡水采访报道 感谢市场